喂!笑口組 你這麼空間坐在這裡? 你不是要和冬仔、芝麻卷、蝦餃他們去做探訪嗎? 要的! 不過我們昨天剛剛才去完 東華三院其中一家長子日家終身探訪 和公公婆婆玩 今天我們都要休息一下 因為接下來的日子 還有很多公公婆婆等著我們去探訪 原來是這樣嗎? 你們都很忙 每個星期都要出去做探訪 那你辛苦不辛苦? 不辛苦 最重要是公公婆婆開心 說開又說 你們出去做探訪的時候 和公公婆婆做些甚麼? 很多的! 我們會和她唱歌 夾band 扮靚 玩遊戲 做運動 嘩 你們這麼厲害? 說到自己很厲害 你們真的懂得這麼多東西嗎? 你不相信嗎? 讓我給之前做探訪活動的片段你看 你看完就會知道我們對智能海豹隊有多厲害 令到公公婆婆有多開心 好啊 好啊 我和她們一次和海豹玩 抱著她們很開心、很舒服 當然很開心 這些不是經常有得玩的 這些活動很少 所以今天真的很開心 由日本研發的智能海豹 身體多個地方都安裝了電腦晶片和感應器 它具有五種感應 懂得處理光、聲音、溫度、觸覺和姿勢的變化 透過感應器 智能海豹可以感知人和環境的狀況 從而做出不同的反應 例如 它會發出叫聲 雙手和尾巴又會隨意擺動 還會握高頭、眨眼 偶爾更加會單眼 另外 智能海豹是一隻有學習能力的機械海豹 如果你長時間和牠相處、和牠玩 甚至乎叫牠的名字 牠就會認得你的聲音 知道你叫牠 那牠和你之間的活動就會越來越多 在一個智能海豹的探訪活動中 和中心一般的活動最大的分別 就是有一群很可愛的智能海豹BB 和一群長者很正面的溝通活動 透過智能海豹的斬眼動作 身體的接觸 亦都鼓勵到長者很主動喊牠的名字 亦都建立到牠們一個很正面的情緒表現 亦都很顯著看到牠們有這個幫助 由於智能海豹具有動物輔助治療的效果 有助舒緩情緒 提升動力、減壓、刺激語言和情緒區域 亦可以增加與照顧者及其他服務使用者的溝通 從而改善長者在心理、生理和社交方面的能力 所以 東華三苑在2015年 就由日本引入了第一隻智能海豹東仔 為機構旗下的安勞服務單位提供服務 而今年 智能海豹隊也都增添了新成員 將服務推廣給全港的長者 東華三苑的專業社工和職業治療師 亦會透過音樂、形象設計、歡樂派對等不同的介入手法 再結合智能海豹和長者進行活動 建立有半關係 將關懷和歡樂帶給老友寄 很想他們再來探望我 我很喜歡讓海豹再來這裡 大家都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你要多帶他們來 原來你們這麼多法寶 真的不說不知 笑口組 如果想找你和海豹隊成員 一起出去做探訪或小組活動 可以怎樣做 很簡單 你可以打28157838 去東華三苑拍月長者優質照顧服務站 找我的經理人預約就可以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打28157838 跟東華三苑拍月長者優質照顧服務站的職員聯絡 好拉